大家好,这里是如实说,一个只说实话的频道 去年,有个著名的财经调查,中国青年报 面向全国大学生就业调研 近七成的00后认为自己毕业十年内能达到年入百万 当时的第一批00后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 他们有着毕业后月薪过万 十年内年入百万的自信 到今年,这届毕业生不再夸下月薪多少的海口 变得更务实了许多 社交媒体上,年包几十万 算是什么水平的帖子也减少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谈心攻略 彼此在交流如何提高薪资 又不至于因此措施offer 毕业季来临,相比起前辈 今年的应届生衔接校园与职场之路更为坎坷 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求职预期 这个毕业季,毕业生们还在找工作 和狼来了,有着差不多效果的笑话 大概有两个 一个是班主任口中的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而另一个是每年春夏流传出的最难毕业季 年年毕业人数都是新高 所以每一年都不容易 但在2022年 高校英届毕业生人数却第一次突破千万大关 根据教育部的预测 2022届毕业生数量将达到1076万人 算下来,同比增幅将高达19% 要知道 十年前高校英届毕业生的数量只有673万 人数只有今年的六成 大学生如雨后春笋冒出 不再是天之骄子 考研考博的人也越来越多 不少人吐槽 如今连学历都通火膨胀了 2020年硕士扩招了18.9万人 扩招比例极罕见的达到了23.5% 这使得两年后的这个求职计竞争变得更激烈 像春江水暖压先知 人多 在努力找工作的毕业生是最充分感受到的 以往可能看不上的岗位 今年却突然变成香波波 一些985大学毕业生 甚至名校海归 都要争抢工资 不算漂亮的工作 有一位网友分享他的经历 当我去面试一份月薪3500单休的工作时 一个下午来了8个人面试 上周群面了一次 我才知道 一个我本来瞧不上的岗位 也有一大群本硕双一流 还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来和我抢 那些12分努力的选手 在各大企业 事业单位 和公务员考试之间奔走 还可能发现 每次四面八方都坐着同一批人 甚至体检 签约时还能尴尬地碰面 今年春招季 毕业生为了谋求合适的工作 已经拼尽全力 然而 根据智联招聘 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截至4月中旬 在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中 仅46.7%已收获offer 低于2021年的62.8% 另外 15.4%有求职计划的毕业生已签约 也要低于2021年的18.3% 分情况来看 选择到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比例 下降了6.5% 而选择自由职业或者慢就业的毕业生 分别从去年的15.8% 与12.8% 上涨至今年的18.6%和15.9% 默默招聘市场负责人 在接受北京商报采访时表示 今年是求职大年 招聘小年 而这几年 一些行业的发展态势也发生了变化 一部分以往能吸纳较多毕业生的岗位萎缩 而制造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却不足 工需的结构性矛盾加大 2022届毕业生的社会第一课 便考验重重 白菜价卖身 毕业生凯探 哪敢多要工资啊 工作不容易找 这种不自信 首先反映在期望薪资的下降上 英届生不敢多要了 在智联招聘的调查中 2022届毕业生的期望薪资 为6295元 比2021年下降了6% 别看00后 意气风发 总说着要整顿职场 但从实际情况看 恐怕不少求职人到谈心时 就变得唯唯诺诺 豆瓣 微博 小红书上存在着不少谈心 和选择offer的求助帖 求助者们大多有着相仿的心境 开口前自真俱拙 揣摩HR的底线 到底花在何处 试探着多要点薪水 开价后面对HR的沉默 或者压价感到忐忑不安 最后收到offer 虽然薪资离设想的有不少距离 但还是没有干脆拒绝的勇气 不只是期望薪资下降 目前已签约学生的实际平均薪资 也从2021年的7395元 缩减为6507元 越来越多的毕业生 希望能找到一个能端得9点的饭碗 哪怕工资可能不够有竞争力 但胜在稳定 不用担心 哪天征业就收到毕业通知 根据智联招聘的调查 国企仍是毕业生首选 并且期望在国企就业的比例 比去年多了近2% 另外 2022届毕业生 期望到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 也上涨了1.5% 考工氛围进一步升温 2022年 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高达212.3万 平均竞争比达68比1 公务员再次被证实为宇宙镜头 竞争越发激烈 除此以外 今年更多毕业生愿意选择中小微企业 期望到大型企业就业的毕业生比例 同比下降了8.6% 与此相对应的 以往大家 青睐的互联网和房地产行业的人才需求 和热度有所下降 互联网行业的就业市场景气指数 从2021年1月的5.53 降至今年3月的1.36 去年 分别有25.4%和10.9%的毕业生 期望投入这两个行业 而今年选择比例都降低了2% 可求到国企和国家机关上班 折射出这届毕业生求稳的求职倾向 而更愿意投身小微企业 这是他们的务实选择 薪资是重要的 发展前途是重要的 与个人的契合度也是重要的 但这些重要的求职因素 可能在offer由0到1的时候 都排在了稳定之后 这个毕业季求职不容易 但不同专业面临的境况 或许还不相同 老一辈总是说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虽然这句老话 已经不能完全适合 职业种类繁多的现代社会 但专业壁垒较高的理工科专业 确实有更高比例的学生 定下就业去向 截至4月中旬 理学和工学 毕业生签约比例最高 而经管类毕业生的签约比例 则只有理学的近三分之一 在瞭望记者的调查中 一些地方单位 企业非常缺乏IT 电子信息等方面的毕业生 对文史哲 普通技术类等人才需求不多 致连招聘的 2022年一季度 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 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2022年第一季度 就业景气较差的 十个职业不少与传媒 文娱相关 广告 记者 采编 公关媒介这些新传相关的岗位 以及厂务 巨物 武美设计和编辑 编教 作家 这些文艺领域的岗位 都步入工远大于求的状态 求学时 理工科学生可能需要天天和实验 数据打交道 为考试投突 但毕业后的就业方向和岗位 也更加明晰 凭着一技之长 更容易找到工作 不只是在工作机会上 根据麦克斯 2021年 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 理工学科门类的毕业生收入 依然更有竞争力一些 毕业半年后 月收入最高的四个学科门类 事工学 经济学 理学和管理学 分别达到5913元 5524元 5458元和5381元 从专业上看 月收入一期绝成的是计算机类 半年后平均月收入 能达到6800元 麦克斯对2021届 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显示 计算机类相关的信息安全 和软件工程专业 分别以7439元 和7205元的平均月收入 位列各专业榜首 不过 即使是工学也不尽然 都意味着更高薪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类毕业生 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 也只有4732元 比文学类学科毕业生的薪资还低 而最低的 则是就业面窄的历史学毕业生 半年后平均月收入 比工学低了28% 教育学 农学门类的薪资也并不高 倒数第二 三 毕业半年后 平均月收入分别为4846和4984元 无法否认 毕业求职总是伴随着焦虑 但把目光放长到整个人生 这也只是一次命运路径分差时出现的选择题 它可在未来漫长的时光中 被调整 被改写 我们只能安慰自己 总理李克强说过 中国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只有1000 所以情况还没有到最糟 张华继续读研 李平考上了公务员 我找到了工作 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说的不全面的地方 麻烦大家留言做个补充 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讨论 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